台中牛排馆才热闹重新开张 两个月就被前员工在网路爆料拖欠薪资 前员工怒PO文控诉 原先104周末正职员工月领38000元 后来老板宣布把所有人都减薪 变成31000元或转兼职 推托到外场经理乱开薪水价码 每人都欠几千块 没有10万的班次的那些外场全部都减 一开始没有签合约 后来他要求先3万一个合约 前员工不满被减薪加码爆料 台中牛排馆脸书粉丝专页 还会删除负面留言 针对前员工的爆料 台中牛排馆业者出面全盘否认 欠薪也反驳减薪 内场的部分是确定是38000 至于外场的部分是没有的 因为当时这区块我是交给一位王经理 他报到后从此后我要找他就找不到了 劳动器也没签 我们员工他们在领薪水的时候 暂时间都是直接发现金的 发现金部分我们就给员工签名 那都有回纸条 业者表示该给的一分钱都没少 求证台中劳工局确实接获前员工申诉 劳资纠分 目前台中牛排馆与前员工各说各话 台中劳工局表示会派遣劳动检查员斗场了解 业者薪资给付劳工出勤等记录 若违反劳动基准法规定将依法 财处新台币2万元至100万元罚还 相信我杨金线线 台中财同报道 好 好